今年行政院文化奖得主之一 文学大师白先勇 他的短篇小说《台北人 游园金梦》 以及1983年的长篇小说《镊子》 深刻记录了台湾的时代背景 还有历史情怀 最近大师参与他的纪录片 《木然回首台北人》 娓娓道来自己从童年成长 海外求学 以及他和将军父亲白重洗的父子真情 真挚而动人的一生 昆取牡丹亭的曲调 为行政院文化奖得主 文学家白先勇的纪录片揭开序幕 白先勇创作近半世纪 但从小体落多病 大半的童年时光都病卧在床 1949年国共内战 白先勇迁居香港 最后再辗转到台湾与父母团聚 那个时候就说 真正了解了战争的忧患 战争的那种苦难 战乱真是对童年影响难大的 白先勇回忆自己的文学人生 从陈大的水利系 深情转到台大外文系 是他对于文学的向往 更是人生重要的转捩点 来了台大以后 很重要 我希望在文学杂志上面投稿 那我就拿了第一篇的 叫做金大奶奶 就跑去找夏基安先生 我好紧张 不晓得他讲什么 那时候刚刚开始的一个作家 好像以夏基安先生那种的地位 他的一宝一扁很要紧的 他说看完以后 他说你写得蛮老念的 蛮老辣的你的笔发 他说这篇小说 我们文学杂志可以用 那我就觉得 哎呀这是我如愿一场 所以我一生都蛮感激 夏线那种的开始的启蒙 大学生活是白先勇人生 中最快乐的时光 1960年白先勇与台大同学 王文新 欧阳子 陈若曦等人创办现代文学 引领现代主义的文学风潮 60年代 我在台大外文新 那时候的确写作对我来讲 是至高无上的 没有人要来 我一写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机会 我想要百分之百对自己要诚实 心里面怎么想 就这么写 完全不能顾虑读者 或者是外面批评家 或者什么写 我想作者是有最后最高的权力 来决定你写什么 1963年母亲离世 白先勇远赴美国加州爱荷华大学 刚到国外 在生活与心理上都受到文化震撼 是未来写作的重要关键 圣诞节的时候 学校的这个都市的关门的 那我们的学生都走掉了 我那时候也没地方去 最近的就是一个大城 就是芝加哥 Chicago 自己去过圣诞 住在那个美西哥的湖边 那个旅馆里边 我也一个人到处逛 那时候真的会 异国那种蛮孤独的那种心情 所以后来我写了一篇 叫《芝加哥之史》 我想跟那个时候的心情 蛮相近 美国对于同志相对开放的气氛 也让白先勇在1983年 完成史诗般的同志文学小说 《孽子》 我自己一直认为 同心点是人性天生的一部分 那么既然是天生的 那我觉得就应该文学里面 当然应该行 不管文学啊 诗什么的 最要紧要诚实 尤其忠于自己 文学不好说谎的 文学 一定要很真诚的 你自己心里的感受 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 我们没有政府 没有宪法 其实我跟我父亲的经验 完全相反的 不是的 他很体谅我的 因为我生病生得快死了 那时候 而且还有一点 他对我的这种比较器重 大概我的功课好 他没有骂过我的 都是蛮尊重的 所以我跟他不是很近 我父亲跟我呢 还有一点距离的 一点这种比较互相 有点相近如宾这种 这种的距离的 2014年 白贤勇的新书 父亲与民国 他花了十年的时间 书写民国史的真相 也重新检视将军父亲 白重启在民国史 应有的地位 因为曾经为国家 为我们自己的民族 打了一辈子仗的一个老军人 为白战将军 应该说的国家 最低的一种尊敬 但是我认为说 我晚年在台湾 得了非常不公平的待遇 在我心中他是个英雄 不光是个英雄 而且他爱国 真是为国为民 打了一辈子仗 文学大师白仙勇的著作 记录下台湾特殊的时代背景 创作出史诗般的故事 继续他的行律 创作都是一个孤独的行律 因为在你的书房里面 没有人可以帮助你 你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一定你自己得摸索地往前走 人都有寂寞的时候吧 所以寂寞的时候 就是很多事情不让人了解 不让我们经过那么多的事情 为人了解的时候 会有一种寂寞的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